Hello 大家好 我是杨丽 我们今天依然讲一下关于房车使用的问题 是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呢 就是关于我们房车里面排风扇的问题 排风扇其实在房车的使用里面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电器 我觉得它的使用频率应该是仅次于发动机吧 像有时候啊 你需要大部分的时间 你需要每一天都开我们的排风扇 但是我们这个排风扇呢 现在经过了上次去厂家修理之后 它的噪音实在是太大了 当时我们修好的时候就觉得噪音很大 但是厂家给我们的回复是 啊 这个不算大的 这个是正常的 进口的 本身换气扇呢 我们这个国产的它会有一点的噪音 进口的还是非常静音的 国产的要比进口 国产的要比进口的声音稍微大一点 但是呢它也是在一个可接受的范围之内 这一次我们之前不是去厂家 它排风扇换掉了吗 给我们重新修了一下 换了一个电机 换了一个电机现在根本就是 无法正常使用 声音真的太大了 你想想你要每天在车里面 空间本身就很小 你要想去把排风扇开起来 去换气 它这个噪音已经影响到你的生活了 所以你根本就没法开 我们的排风扇现在相当于就是一个摆设 后面呢我们有跟厂家反映过这个排风扇噪音太大的问题 它厂家给我们的答复是 我们什么时候把车开回厂里去给我们修一修 但是你想想我们厂是在浙江 我们长时间的话都是在外面旅游 我们不可能江浙户去旅游吧 基本上我们会在一些偏远的地方去看风景嘛 所以开回厂家这个事情 我觉得可能性是非常小 到现在为止 我们根本就没有怎么使用过我们的排风扇 所以现在就是一个摆设 然后我给大家看一下 它的声音到底有多大 我说扰名 我不是说我在这里说说而已 它是一个真实的扰名 我们在手机上下载了一个 这个测分贝的那个软件来看一下 我们正常的话在40以内 它算是一个非常安静 是一个舒适的环境 那么40到60的话 就是会有一点点吵闹了 那60以上可能就会更吵 那我们现在来做一个试验 来测一下我们平时家里用的电风扇 而且我们这个电风扇声音不算大的 它是一个静音的风扇 说说是静音那肯定会有一些声音的嘛 我们现在把电风扇开起来 开到最小档 因为排风扇以外也是开最小档 对 静音模式 静音模式是吧 这个是吧 不 往左 这就是这里写的静音啊 那边是转头 对 静音 看一下现在它的分贝率是多少 基本上在40左右 相对来说像我们这个 刚刚这个音量呢 是比较一个舒适的 并且能够接触的 现在我们再来测试一下我们的排风扇 它的分贝是多少 所以大家看到了 我们测试的这个是在60左右 60的话就是一个比较吵闹的环境了 就这个声音 也能够安静的在车里面 吃饭 睡觉 工作 完全静不下心来 对不对 全都是它的声音 所以 关掉 世界就安静了 整个世界瞬间安静了 对吧 所以的话 我们可能后期的话 还是要对这个排风扇 进行一个处理 然后可能换成一个静音的 音量比较轻的 也建议大家呢 如果你要买房车 在选购配置之前 就选购一个比较超静音的这种 这种排风扇 因为它的使用频率 在生活中还是很重要的 真的 为什么说它重要了 因为你想想 其实我们整个车子 是一个非常密闭的空间 晚上睡觉的时候 在户外 我们肯定是把所有的窗户都关上的 那么我们就需要打开盆核上去换换气 还有万一我们车里有什么东西 比如说泄露了 有了一种意味 我们可以从这个排风扇去偷偷气 对不对 像有些比较好一点的排风扇 它有时也都是会自动打开的 还有了就是说 音量很轻的 很静音的排风扇 是你在车里面睡觉 它是不影响你睡觉 这样的话 你在户外 你是不是可以睡得更加安心 所以说排风扇 在房车的使用里面 真的很重要 这种小细节是绝不可以忽略的 也建议大家 如果后期想要买房车 或者是在选购房车上 要重视到这一点 重视这个小配件 那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拍在这里 下一期我们还会再讲一些 房车的一些小配件 对我们生活中使用的重要性 那今天就这样子了 拜拜